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新浪娛乐的朋友们好 我是个人训练生刘俊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适应能力比较好吧 适应的还挺快的 现在反而会觉得时间过得好快 怎么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三个人了 就是 就是现在 搭场基本上已经摸透了 那你等一下带你来分享一下 大厂摸透了 觉得它有什么路线是你经常会走会逛的 这是有一个便利店跟一个咖啡店 然后就是因为在大厂里面 可能我们之前只能吃盒饭 然后可能练习时间也比较长 我们没办法做别的消遣活动 但是现在可能这一段时间相对于来说 煮继续之后有一个小小的休息时间 所以大家基本上一有时间就往那边跑 一有时间就往那边跑 哪个算是你们四年生之间的 比如Pick最多的 现在Pick最多的肯定是 就是在那个咖啡店里面的一个鼠鼠乐 就是他的鼠隔还有他的薯条 他的小食比他的主食还好慢 就是人气还更高 就每次去那边吃就算吃不下来 外带小食回来 谁是你们之间的大胃网 就在我的朋友圈范围里面肯定是奕萱 就是他是不怎么吃主食 然后但是一直不停在吃零食的人 对像可能戴刚刚我说的小食 就是哇绝对是少不了他的份 相对于刚进来的时候其实少了很多 现在的话其实大部分可能会叫我 俊俊 俊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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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俊 还有就是私底下相处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他就说教课的时候就很像老师 然后就很凶的感觉 但是私底下相處起來就很像俊俊醬的感覺 所以就從那一刻起 就玉族的很多人就會開始叫我俊俊醬 那其他還有什麼其他的綽號嗎 還有像孫英浩可能會叫我劉奶 就是當時他在心無種的時候 他叫應成熙他叫錯了就叫做應景熙 然後他就突然有個想法 給所有的語言都想一個別的名字 然後就因為劉俊嘛 然後他就只讀下面那個奶就變成劉奶 對然後像什麼江金左他就會說江金右 易軒然後他就說人以車竿 對就是都是這種奇奇怪怪的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部分還蠻幼稚的 是覺得的確是還挺幼稚的來說實話 但是是我喜歡的感覺 就覺得我來這個節目就是想要找 像上水一樣的感覺 就認識一群朋友 然後沒什麼需要顧及的 然後就大家打成一片 反正從開始到現在我都還挺滿意的 我覺得IDOL這個東西其實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色彩 那就看可能觀眾們喜歡什麼樣的顏色了 那我盡量把我的這個色彩展現到最極致了 所以我覺得沒有說不滿意的地方 那這幾個舞台下來會發現自己 比如說有一些些短板嗎 嗯我覺得可能在聲樂上面確實還是需要努力 就等於是來節目之前其實都算是演 所以我覺得自己去隨便唱唱 對就是那一種ColorOK 就是唱一唱 然後可能自己平時在家裡隨便哼一哼 那哪首曲是什麼 就第一首永遠都是 明明你也很愛我 或者寂寞寂寞就好 就總是嗯 我們現在的甜蜜真的夠久 對 不小心說出來了 甜蜜也有給他編過舞台 對當時愛了很久的朋友 當時就很開心 就可以跟老師一起合作 這個還真的是可以分享一下 我媽媽就是很常跟我說一句話 就是所有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然後呢其實我從小開始就先學習武術 學習舞蹈 當時其實還不知道就是 夢想是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就只是覺得小時候就是玩嘛 就是去跟別的朋友一起玩耍 可能到了一定的年紀 可能是初中的時候才開始會思考 以後我到底要做的是什麼樣的一件事情 然後當時就開始海外 就有很多那種idol的舞台就會開始 湧上來 因為我自己本身其實是很喜歡表演 然後我想站在舞台上表演給大家看 但是它不一定局限於說我是唱歌 跳舞還是演技 就是所有所有的我都想做 然後當時我就有了這個夢想 畢業了去到海外 然後沒想到就是走著走著我去到一個舞蹈工作室嘛 因為當時真的不是我說我要去那個舞蹈工作室 我一定要在那邊當老師 我就跟另一個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就當時就說 這邊有一個很知名的舞蹈工作室你一定要去 然後他就帶上我一起去了 然後我們就去那邊學舞嘛 然後學著學著半年左右 然後我就從學生開始 然後就到那邊的 嗯 該怎麼說呢 就是他們會很常給藝人編舞 然後需要一批固定的學員 就工作室的老闆就開始就找我 然後就聊了 欸你想不想當舞蹈老師 當時他就說 呃你的夢想我可以通過我們舞蹈工作室的這個方式 做一個跳板 然後達到你的夢想 應該是兩年半到三年左右 全加在一塊的話 一個月我可能得編四首 就是基本上一週一支舞這樣 你有印象就自己第一個 就是像你說 好像被更多人看到了 或是編舞失聲 還是另舞台是哪個 嗯 有在幫他做一些討論的 剛開始 你自己搜索 欸怎麼搜錯 哈哈 當時在那個舞蹈工作室的時候 第一支舞蹈視頻不是我編的 然後但是被很多人看到是 叫TT的一支舞蹈 它其實是海外的一個知名團體 女團的舞蹈 然後但是是我們那個工作室的 首席老師編的 然後當時她就教課嘛 然後我當時是固定學員 我就上了 然後就跳了那一支舞之後 然後就在海外的油管上面 很多人討論這個穿粉色衣的這個小哥哥到底是誰 然後就開始就受到了矚目 因為以前我在馬來西亞的時候 甚至是舞台也特別特別的少 所以就是我出來了以後 所有的機會我都會用盡全力去抓住 所以當時就是有熱水肌舞團這樣一個節目 然後我當時又在舞蹈工作室當編舞室 我就覺得說 我是不是要抓住這個機會 然後我也喜歡跳舞 我也喜歡表演 其實還有一個點 就是我為什麼會想要參加熱水肌舞團 就是我喜歡團體的感覺 就因為我喜歡來 我想要來青春有你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我想要認識更多的朋友 就是我喜歡一個團隊感 就是互相依賴彼此 互相信任的那個感覺 通過你那兩個節目 也會覺得就是自己 就一度有一定的打開嗎 通過之前的節目就是會 讓更多的專業人士看到我 因為大眾的話他可能會覺得說 就是專業舞者 然後但是其實他們一般不會找到我 對 就是除非說就是我開舞蹈課 然後來跟我上課 但是會有更多的專業人士 會認識到劉俊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然後什麼樣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跟劉俊這樣一個人一起合作 大家挖一下 然後就通過這些節目 會不會就是工作機會一堆 然後收入也變得更多了 說實話收入這一塊 因為我一直都沒管 因為我在數字概念上不是特別強烈 所以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我的那個收入有沒有漲 更誇張的是像我之前參加的節目什麼的 收藥費是多少 我完全不知道 包括你在這個節目 因為有粉絲會調查 拆完笑嘛 就是說 劉俊老師這大半年 就是不給人家上課什麼的 在那邊免費收課 收入損失損失 我會想的 可能會覺得 的確是給他們免費上課 但是我會不知道就是 損失了多少 所以劉俊老師一節課貴嗎 如果你突然我要上課 我真的不知道具體的價格 但是聽身邊的朋友說 好像還挺難得的上一次 我覺得會是由心而發的尊重 因為其實現在我接觸到的很多藝人朋友 一起合作的其實年紀都跟我相仿 就會覺得說 我可能是在幕後 但是他們在台前這樣的年紀也那麼的有成就 那我會覺得說我是不是還做得不夠 就是我沒跟他們說 就是很少很少的幾個人才知道 然後但是像上次經營會的時候 我有提到就是 呃 時代上電團他們 他們是知道的 因為就是當時我出舞台也是用 附中一萬千長大這首歌 然後當時我也有跟他們說 就是我這一次出舞台會用這一首歌 然後也跟他們討論了一下想法什麼的 就要表達的東西是什麼這樣子 因為畢竟都是朋友嘛 嗯 而且你也是曾經跟他們有編過這種歌 對對 其實我跟他們的關係更多真的還像是朋友 然後他們就是 加油 然後然後就是說 一定要拿一個好的成績什麼這樣子 就逼你一下 欸你一定要拿一個什麼成績味啊之類的 就是哈哈 也是時候到你體驗我們的生活了 體驗我們的感受了 現在你才知道我們當時什麼感受了吧 這樣 因為之前我可能是老師 然後他們是學生 然後我可能是在上面說 你們一定要怎麼怎麼樣 就是為什麼這一點東西你們做不好 然後什麼就這樣 然後現在輪到我要經歷這樣的事情了 剛開始的時候其實會稍微有一點的擔心 因為大家現在就覺得說 我就是一個舞蹈老師 然後可能 嗯 為什麼要成為一個唱跳歌手 然後但是現在的話 其實我不會有這一些擔憂了 因為 我會覺得說做一個唱跳歌手 其實現在的這個市場更多的需要的是 就是這個唱跳歌手有自己的創作能力 然後有自己的態度 有自己的個性 有自己的表達方式 有屬於自己的顏色 那我現在已經具備了這些東西 我為什麼不能成為一個 有顏色 有創作能力 有想法的唱跳歌手呢 嗯 對 只不過可能是一個 固定印象上的一個認知的改變 可能會讓人覺得不太舒服 嗯 對 但是我不覺得它是一個 困難 或者是說不舒服 對 包袱的東西 其實選負重一萬斤長大吧 第一個是現在的社會話題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關注 然後我為什麼想要在台上表演 當然我想擴大自己的影響力 然後能夠更有能力的去改變這個世界 讓這個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或多或少都在溫暖一點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我的成長背景其實或多或少也負重了那麼大的重量 長大 因為家裡可能一開始的時候生活條件不是那麼的好 然後但是媽媽也很支持我 然後自己也很喜歡跳舞呀 舞術這件事情 就會覺得說夢想這個東西就是要堅持住 然後努力去追 然後也不想讓我放棄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嗯 這個夢想其實也是家人一開始的夢想 然後但是 可惜當年就是他們可能也因為 這是種種原因 他們也沒有辦法去勇敢去追 人家就會覺得說我趁這個年紀 就是希望我能夠去勇敢去追一把 然後我就自己一個人衝到了海外 我當時在海外的生活就是 現在想起來就會覺得就是還挺厲害的 對 我就是當時 上午去語學院上課 然後可能是七點到一點左右 然後我才回家睡覺 然後可能到四五點 然後我又去到就是舞蹈工作室那邊上舞蹈課到十點左右 然後十一點開始又做那個藝人編排到早上可能五六點 然後又再搭地鐵再馬上回去學校上課 就是每一天是這樣子反覆循環 所以就是這個壓力當時對我來說其實也是負重一萬斤 然後長大 然後成為現在你們看到的我的這個樣子 一到九吧 一到九吧 我覺得在專業上面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信 所以就是在難的情況對我來說其實可能都還好 然後現在是在那邊上課後的一段時間 我不會做到的